好,這個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聖偉收球之後解決掉了第一棒的王輝晨 但是王輝晨雖然是出局 也耗掉了安德勝八個球 一個比較大的彈跳,又去招 王八,Sky 2啊 起今天從板凳出發 歸爆了 這是一個三陣出局 忠信在第一局的攻勢是一個三上三下沒有得分 他的投球概念 喔,這一球扛在左中之間的飛球 周外野手開始去追 去追,落在牆角下 那上到了二壘,通過二壘之後繼續的往三壘去 球滑進三壘,Sky 打在左中之間的三兩打 這球 這樣打在內外之間掉下來的安打 右外野手,江志豪呢,想要做一個假動作 這個動作是做出來的 但是因為坐在他面前掉下來的安打 所以呢,輕輕鬆鬆地帶下了一根打點 打了一個衝天炮 不過現在的天色是有點灰喔 二壘手示意他可以處理 張仁瑋穩穩地接殺掉了范國城 兩人的生涯對戰是兩層四零 這球打成了飛球在右半邊 張仁瑋 哎呦,在界內 哇,還在界內 沒有彈上觀眾席 因為沒有彈上觀眾席 就變成了比賽進行中球 所以可以把我們得分王正堂 這個場打 教育 流擊方向的滾地球 江崇穎收球之後解決掉了哲瑄 不過富邦在第一局的攻勢 三隻安打攻下了2分2比0 富邦領先 這球打得很扎實 是一個平非安打 這場比賽中信的第一隻安打 由陳文傑打出來 做牽制呢 沒有 打成了中線的反彈球 截球之後拋二壘封殺 再到一壘 喘騙了一點點 但是二壘呢是完成了封殺 前衛跑者陳文傑封殺在二壘 好滾地球 收球之後傳向二壘封殺 葉子廷在把球送一壘 標準的543的低批 中信在第三局的攻勢也因此被瓦解掉 依然是0比2落後 波會發好像中藥 通知 均埃 二壘完成了封殺 这是许基红迎上来处理之后 完成了封杀王胜伟在二壘 王正堂现在在一壘 再度起跑 球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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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大墙 两分炮 这一季国城的第八发的拳雷打 不想保证的结果就是 被范国城直接轰过大墙 现在4比0 富邦领先 球数还是德宝拉领先 揮棒了 第一位的变化球 调到了申浩尾 这球又扛中 这球又扛中 单局的第二发拳雷打 这个Solo Home Run 路方攻下了第五分 这是德宣本季的第三发拳雷打 德宣修正的非常快 他第一次就是这个进雷角度折到 但是第二次一样的进雷点 我新装已经少见的瞬向的风势了 有 既然是有 那就是一个三阵出局了 不过富邦在这个半局呢 靠着两发拳打 攻下了一个三分的大局 5比0 富邦领先 会打者都投到两好三坏 就是要注意的地方 哇 这球被打得扎实 打在长脚下 一支长打出现了 在球数落后的情况之下 被詹子贤打出了这场比赛中信的第三支安导 结果 触身球 这就不太理想了 安德顺在这一季所出现的第五次触身球保送 今天的第一次的四死球 哇 这颗球 主审也没减 所以他似乎在问主审 或者是问捕手 说这个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背头开一点 阿平飞 收 漂亮 再到一垒 哦 这个球圣伟精彩 哇 这个平飞球被他跳起来直接没收 阿平飞 安打 这球带得很平 对 安打带着一分打点 周思琪的安打 嗯 建功了 那中信攻下了第一分 好 这只是一个飞球 这个飞球 追到 那三连的跑者会起跑 精彩的滑接哦 申浩伟 林哲萱的中间就有一个非常大的空打 结果打了一个软弱的滚地 一蕾是空的 抛给安德森 完成了三传一的刺杀 中信在第五局的攻势结束 但是攻下了两分 二比五 还有三分落后 哇 这个内角球 竹神给判 那德宝拉就投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五次三阵 在我家附近的那些台北市的高中 好像都已经没有这些所谓的效果了 滚地球的出现传向伊磊 完成了刺杀 哎 哦 越过了 张辉宇的手套安打 哦 这球打得很扎实 出速也快 哦 马上出手 这是一个抢西球 上到了伊磊 许继红的手套只碰到球 没有控制住球 这球 处理上不好处理哦 打成了滚地 这个软弱的滚地 接着最后顺势抛二雷 在二雷完成了封杀 也就结束了富邦在第五局的攻势 留下了残磊 五局打完富邦目前还是五比二暂时领先 这球打得很强哦 被带得很扎实 这是一个出速很快的平非安打 没有进好球带的变化球 但是陈文杰这一次忍不住了 好 打了一个反方向的平非安打 这是陈家军在这一季 一军的第一只安打出现 主要就是球扶高了起来了 好 平非安打 这个球打得还蛮平的 速球在膝盖的高度被黄军生给逮到 变化球 收球之后 穿本蕾这是一个封杀的状态 好 收球之后 完成了本蕾的封杀 他现在两出局 中心还是满蕾 三阵出局 中心在这个半局的满蕾攻势结束 留下了满蕾的残蕾还是2比5落后 小心外角 好 选到了四块球保送 走了 偏低 那完全没有机会 因为主手陈家军就没有确实的接 哎呦 刚好嘟嘟好的安打 外角球被身材高大的国晨 棒头 控制在右边的落点 这球在中线是一个穿越的安打 这个穿越的安打 范国晨上二蕾 三蕾的跑者 王正堂回来得分 开内米抓得非常的确实 身后也今天个人的第二支安打 第二分的打点 这球在游击方向的强劲滚地 六四三 结果 打了一个双杀打 这个双杀打呢 也使得现在场上生成了两个出局 茶棒被捕 哇 一上来之后就把危机给化解掉了 那富邦在这个半局呢 是右下一层 茶棒被捕 三阵出 大董今天清零现场 富邦在攻势上面呢 也更加的领利 平飞 进手套 不过还是先完成传球 因为这个位置很低 在这一季的一军呢 只有一个打数而已 哎呦 第一支安打 也出现了 哇 厉害厉害 打数球 这个飞球界外驱 又机会接 这个最后的接杀 结束了这场比赛 最终富邦是6比2 击败了中信 是6比赛 好